大家好,我是冲先生,欢迎收看冲先生的频道 来到澳门疫情爆发的第7日,即6月25日 之前6日都有做影片跟大家报道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看 在继续报道澳门疫情更新之前,先在这里多谢澳门的网友支持 有很多人真的透过片尾的微信和WhatsApp等等的联络方式去联络我,去分享资讯 各个平台下的留言也非常感动,在这里多谢大家 首先收到消息,如果身边的朋友是一些黄马人士不方便坐巴士和的士的话 澳门电照公司特意为这些人安排了接送 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去6372-1199,又或者288-12345去联系客服 好了,那更新一下澳门的情况 直到6月25日凌晨12点,一共有190名确诊 比起昨天我发布影片的时候多了20例 现时一共有5,610人在酒店做医学观察 其中4,022人是澳门人 737个外雇人士和851名旅客 全民核酸都结束了,累计有72个十运一样本呈阳性 全澳门市民必须在今天和明天每天一次做自我快速抗原检测 如果不懂在网上平台申报检测结果的长者 可以将检测结果,拍照留在电话里做记录 以便有需要的时候被当局作为参考 而抗原检测的结果是不会影响出行的 还有就是任何人士如果觉得自己有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可以透过重点区域预约平台 或者免费核酸检测排查平台去预约核酸检测 应该立即通过澳门健康码的快速抗原检测结果申报平台 去申报这个结果和自电消防局 电话是119-120或2857-2222 去等候救护车接载到社区治疗中心进行检测排查 就不要自己在社区的检测站进行核酸检测 因为这样会增加社区传播的风险 政府代表今天也表示目前未有需要实施网格化预案 就是大家所说的感触 所以再次提醒市民 退消止痛药物和快速抗原测试试剂全量充足 粮油腐食和生活百货用品也充足 不需要过分采购 提醒澳门市民 现在有不法分子利用澳门疫情发灾难财 有市民接获一些不明的来电 对方会说你的新冠核酸检测是阳性 健康码即将转为皇码 要求你提供一些个人资料去核对身份 这些通通都是艺务卫生部门的诈骗电话 请大家记得 卫生部门如果发现你是阳性个案 是会根据你已登记的个人资料联系 更加会主动报出你的身份资料做核实 而不是要求你去说你的身份资料去核实 所以市民真的要多加留意 如果对方是要你提供资料 身份证甚至是银行户口等等的个人资料 建议你立即收线以免造成一些损失 经常有人说我报喜不报忧 今天我就一反常态我来报忧 听到一些澳门市民的心声 这次我交给他说 就不是我说 我们一起听听他说什么 我们路环原居民说疫情 我们大家都很乖 都没有到处去说要做传门核酸 才出去一次门口 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路环没有公共铃铁场 麦笔位时间又短 只有两个小时 我每一天入麦笔的时间 粗略估计我都要出去七次 那我有七次容易感染到的一个风险 又保障不了自己 又保障不了他人的情况 就是如果我们拍得不好的 你去抄我觉得是合理的 但是我们又没有乱拍 又没有遗停 那这个时间又叫人不要出去 那是不是要两个小时 就要扑一次出去 去冒这个危险呢? 有些可能很幸運 可以拍到可能家里的楼下 或者附近 有些可能拍到很远 可能他就要跨几条街 为了入个米标 那就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人 其实会不会在这段时间里面 可不可以 就因为现在疫情那么严重 大家都不知道源头在哪里 也不知道哪个会中的情况之下 放宽一下这段时间 但是真的不要那么紧要去抄人牌呢? 之前有一些人出个门口 买个包就中招了 我可能一天里面 我要出去七次 我年轻我有打針 可能都不会有什么生命 如果老人家当他打了針 但是他身体如果不好 他又要出去帮忙入米标 如果他出现了严重病症 或者死亡 他的路线图就是 家里入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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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内容就是这样 其实我也明白 市民不出门入米标 就要面临违法罚款 如果出门 就会违反政府的呼吁 警察面对这些情况 如果不做 又会失职 做了又好像没什么人情味 而且用途也不是实在太大 因为如果当事人被隔离 其实他都出来处理 如果当事人在家里 你锁了他的车 他还要在指定时间里交罚款解锁 也会有相对风险 其实有网友提供现有的法律 是可以由土地公务运输局局长 以批示的方式去调整米标收费时间 希望当局都可以考虑一下 去着情处理这些米标位内的车 以免警民之间都陷入两难局面 同时也收到一些影片 内容未经查实 应该是来自于澳门弹中的方仓医院情况 澳门弹不知所谓 等了十个小时还未能走 他又不说我有事 也不说我能走 就是这样拖着时间 也希望当局可以留意一下协调一下 还有就是希望市民不要再在家做福尔摩斯 最近网上谣言四起 又说谁谁出席过什么婚宴活动等等 今天有官方出来辟谣 就是说楼条确认了梁安琪女士 没有出席过上普京的婚宴活动 所谓谣言止于致者 造谣是帮不到疫情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管好自己的嘴 顺便我们也进入辟谣的环节 想不到疫情期间 仍然有网台唯恐天下不乱 就说饮宴群组的名单 和澳门特首贺一成 还有他的家人有关 令政府忙于抗疫之余 还要澄清辟谣实在可乎 另外他们更加声称 什么上普京权贵群组 连澳门政府都不敢公布 其实有人出来解释 我们听听官方的解释是怎样 大家都很关心 网上都看到很多关于上普京的事件 我们叫上普京事件 为什么我们要做澄清 因为疫情期间 任何一个不实的传言 都会对我们的疫情防控工作造成阻碍 大家会质疑我们的主办方没有提交名单 使到我们的流行病学调查 出现了一个延迟的情况 我们和司警都总结相应的一些资料 其实主办方一共向我们警方提交了207名联络人的名单 部分因为是以家庭的形式发出邀请 因为是一个婚宴 不会说每个人的名字都清清楚楚写在里面 每一个联络人 我们同时会事后 去联络一下有什么成员 有什么人士 真的出席了这个宴会 你们都看回 通过我们207人的一个联络人 找到最后大约300人 也都基本涵盖了这个婚宴里面的出席人士 所以我们也看不到有一个证据 主办方有一个刻意隐瞒的情况 对了 所以在此再次奉劝各位网友 小心这些错误的讯息 还有千万不要乱转发一些谣言 需要的时候 善用YouTube平台的举报机制 去举报一些不实的内容 不过同时 网民的偵探头脑 都找了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例如一些有可能表错情的男生 更加有一些澳门无犯的绝世好男人等等 我不知道这些内容是否完全熟实 但都很佩服澳门网民的细心和幽默感 另外就是好像这些阳性还会坚持上班 就不建议大家去模仿了 为己为人 希望大家明白抗疫是一场团体赛 一个人的失误可以令到全家 全栋大厦 全公司 全区 甚至是全城一起受罪 请大家继续不信要 不造谣 不存要 管理好自己 忍一忍 和大家共同抗疫 去战胜这一场团体赛 我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么多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记得帮我赞好 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加入会员 每个月一杯咖啡的价钱 就可以支持我们的频道继续营运下去 现在YouTube影片的右下方 还多了一个Thanks按钮 给大家支持这条影片的制作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